新府会第一届的青年壮游台湾活动在昨天颁奖了 这是由四名热爱登山的青年所有组成的队伍26513 拿下了团队组的第一名 奖金是三万块钱 他们是从嘉义的水上出发 穿越了中央山脉 以单车横越东部平原 那么最后是从秀布兰西泛州出海 以13天完成了265公里的旅行 主要就是沿着北回徽线 由于是收到了台风来袭 四个人还曾经在山屋里头躲了一天 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最后靠着意志力在走完 那么总算走到后来 包含了有T2啦 而且被台风追着跑 不过四个人还是大呼很值得 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感动地图了